每日神话 没有关系 不涉及神的性情 耶稣当时的形象 他怎么没留下来呢 他为什么不让人 把他的形象画下来 好在以后流传万代呢 为什么他没有让人 都承认他的形象 就是神的形象呢 虽然人的形象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 但人的长相 怎么能代表 神的高大的形象呢 神道成肉身 只不过是神从天 来在了一个特定的肉身中 是他的灵降在肉身中 在肉身中做他灵的工作 是灵在肉身中发表出来 是灵在肉身中做工 肉身做的工完全代表灵 肉身是为了工作 但并不是让肉身的形象 来取代神自己原有的形象 神道成肉身的目的意义 并不是这些 他道成肉身只是为了灵 能找一个适合做工的居住之所 以便达到肉身的工作 达到让人看见他的作为 了解他的性情 听见他的言语 认识他的做工奇妙 他的名代表他的性情 他的工作代表他的身份 但他从未说 他肉身的长相代表他的形象 这只是人的观念 所以说 神道成肉身的关键点 就是他的名 他的工作 他的性情 他的性别 以这些来代表 他这个时代的经营 他道成肉身的长相 与他的经营无关 只是为了他当时的工作 但神道成肉身 又不能没有一个特定的长相 所以他就选择合适的家庭 来决定他的长相 若长相有代表意义 那凡是与他相仿的 五官端正的都代表神 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耶稣的画像是人给他画的 以便人来敬拜 当时圣灵也没做特别指示 人就将人想象的画像 流传到了今天 其实按照神的原意 不应该这样做 只是人的热心 才指示耶稣的画像 留到今天 神是灵 人永远概括不了 他到底是什么形象 只能用他的性情 来代替他的形象 他长的鼻子什么样 他长的嘴什么样 他长的眼睛什么样 他长的头发什么样 这些你都概括不了 约翰那时得了启示 看见了人子的形象 口中有两刃利剑 眼睛如同火焰 头与发揭白如羊毛 脚像锻炼光明的铜 胸肩膜树 他这么说虽然特别形象 但他描述的神的形象 并不是受造之物的形象 他看见的仅是异象 不是物质世界中的人的形象 约翰是看见了一个异象 并没有真看见神的长相 神道成肉身的形象 是属于受造之物的形象 不能代表神的所有性情 在耶和华造人类的时候 他说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类 而且是造男造女 当时说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 人的形象 虽与神的形象相仿 但也不能将人的长相 说成是神的形象 你也不能用人类的语言 把神的形象完全概括出来 因神太高大 太伟大 太奇妙难测 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